Hello,大家好,我是冠瑶 那今天真的是非常开心有这个机会 在线上跟所有新加坡的伙伴,所有的领袖 来做一个交流跟分享 那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我姓王叫冠瑶,冠军的冠,瑶顺的瑶 那我是在七年前加入爱多美的 我在二十五岁的时候当兵退伍遇见了爱多美 那今年是三十二岁 那其实讲到新加坡来说的话 我对新加坡的印象是非常好的 如果现在不是疫情期间的话 我相信现在应该已经在新加坡的研讨会 可以跟大家见面了 我自己本人到了新加坡四次 那这个这是第五次了 第五次参加研讨会 那我记得我上次啊 在讲完研讨会的时候 我那时候是玫瑰大师 然后伙伴就跟我说 那你下次来应该就是星光大师了 然后我就说我不确定 但是至少如果我没有当到星光大师的话 我就不来新加坡了 但是这个我觉得时间在过就是非常的快这样子 那在爱多美的成功系统里面 也达到了星光大师 然后用不一样的身份来跟大家来做一个见面这样子 然后所以我对新加坡的印象是非常好的 新加坡对我来说就是有一群很可爱的爱多美会员 然后充满了自信魅力火婆 所以很多新加坡的领袖的关系都跟我非常的好 所以很高兴的再一次看到大家 那今天也是谢谢新加坡公司 还有谢谢Windy总经理呢 来邀请我来参与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会议这样子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就是由我来跟大家来分享我在爱多美的一些成功之路 还有心路历程 希望对所有线上所有学习的伙伴能有一个帮助 那我刚刚提到我是在25岁的时候 接触到了爱多美 那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我是怎么接触到爱多美的呢 是我妈妈的一个朋友 来跟我们介绍爱多美这一家公司 可是一开始的时候 我也是把爱多美当成是很一般的传直销公司 所以对我来说是没有什么兴趣的 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爱多美的说明会跟研讨会的时候呢 我是从台湾的台南 然后做客运做巴士到台北 那去呢要四个小时 回来要四个小时 所以我总共花了八个小时去听一家我不想加入的公司 那时候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所以我那时候在听爱多美说明会的时候 大家觉得我的心情好不好 肯定是很不好的 我就想说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时间 去了解一家我不想要加入的公司 可是后来呢 我抱着这样的想法去听的时候呢 我在那一天的说明会呢 我听到了很多的重点 我一开始我是在想 爱多美应该是很普通的公司吧 应该没有什么样特别的地方 所以我是抱着挑缺点找毛病的心态去参与的 那直到有一个环节吸引了我 就是我看到了我们爱多美的牙刷 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有用过我们爱多美的牙刷嘛 它的刷毛是金黄色的 很漂亮 然后里面有特殊的成分 又有通过FDA的认证 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好奇 那我当下我就想 我不管要不要经营爱多美这个事业 但是我至少可以先用看看爱多美的产品 那用了爱多美的产品之后呢 用了就是那一个牙刷 我产生了非常大的好奇心 也对爱多美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印象 那我记得那时候在听说明会的时候 我妈妈就有跟我讲过一件事情 我想分享给大家 现在回想起来是蛮有趣的 那时候我妈妈跟我说 她说说明会的时间很短 一个小时半而已 忍耐一下 听完之后带你去吃牛排 那时候我觉得我比较想吃牛排 我并不想要了解爱多美 所以我就一直在看手表 我在看时间 我希望这样的时间赶快过去 好那但是也是因为这个要吃牛排的原因 所以我就勉强的听了一下 但是觉得越听越有兴趣 越听越好玩 这就是我一开始接触到的爱多美 那我呢接触到爱多美刚刚有提到嘛 我用了产品之后 我就得到了很大的一个信心 我就开始去找了一些资料 但是那时候的网上的资料并不多 所以那时候呢 妈妈就说啦 那不然这样子 怪咬你跟爸爸要不要去韩国看一下 因为我们的总公司在韩国吧 那那时候我一听到要去韩国的时候 我就感觉很不错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妈妈跟我说帮你出机票前 你跟爸爸去韩国玩一下看一下 那我想请问大家 你的家人愿意帮你出机票前 让你去韩国玩一下看一下 大家愿不愿意去呢 愿意去的举你的右手让我看一下吧 哦好对 所以大家都想去嘛 就跟我一样嘛 没有举手就很奇怪了 然后我去了韩国啊 可是我去了韩国之后呢 我发现好像不是去玩一下 我发现我好像又被拐去看这个爱多美了 可是我没有心情不好 因为我想到一句话 人多的地方不是好事就是坏事 我去了爱多美的成功学院跟研讨会之后 我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哇太多的人了 很多的人在参与爱多美 那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 在成功学院的时候 台上有很多的成功者 那当然那时候没有这个天鹅嘛 可是那时候呢在台上的成功者 他们的收入都是非常高的 但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啊 他们都是很像是uncle auntie 就是这个长辈 对我来说年纪是很大的 但是里面没有看起来没有很厉害的人 我就想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业 因为我们一般的印象中里面临高收入的人 他应该是要很厉害的 他应该是要很会讲话的才对 那但是我看到的他们是那么的频繁 所以那时候我坐在成功学院的台下 在听课程的时候呢 我有了一个想法 我的梦想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我什么想的呢 我在想如果有一天 如果有一天爱多美这家公司在台湾落地了 那我的人生一定会不一样 虽然那时候我很年轻25岁 我没有认识很多的人 我没有很多的人脉 但是我有的就是比较年轻 然后我可以去努力 所以那时候是我启动爱多美的开始 让我开始想要投入跟经营爱多美这家公司 好那在台湾爱多美还没有落地的时候呢 我们全家总共去了韩国 我自己出机票嫌总共去了20次 那我的爸爸一个人就去了10次 我去了6次这样子 所以我常常跟伙伴分享一句话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经营爱多美 因为我们对爱多美有信心 那信心怎么来的呢 信心不是我刷了这个牙膏牙刷觉得很好用 我就对这个公司很有信心哦 我们呢是这个家庭自己 飞去韩国20次 所以信心来自于充分的了解 既然我们要投入这个事业 我们是不是要做足功课 我们要知道这家公司 卖的是什么样的产品 那这个事业是不是能帮我成功 所以去了那么多次的经验里面 我们发现爱多美是可行的 它是可以改变我们人生 跟改变我们命运的 我一开始我可能带着很多的怀疑去的 可是每去一次的时候 我带着很多问题的时候 我得到了很多的答案 我得到很多的解答 我充满着信心回到了台湾 这个是我在接触爱多美启动的一个过程 所以那时候呢 我在韩国学习 然后我很期待台湾的公司开幕 那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台湾爱多美在落地呢 已经有六七年的时间了 我曾经坐在台下 我很羡慕台上的成功者 我曾经也怀疑过自己 我不知道我到底能不能成功 可是也是因为台上的这些成功者 不断的告诉我他们的故事 然后我也在爱多美的成功系统里面 所以当我感觉到很辛苦的时候 这一切好像昨天才发生的事情一样 我现在已经在这里 在跟大家分享我的爱多美的故事了 所以我相信在视频在线上的所有的伙伴 你一定也要相信这件事情 爱多美能给我们的是超越我们所求所想的 那当然我觉得成功不是一触可及 很多的伙伴很多的会员他会讲过一句话 他会说什么呢 他会说 那你们这些成功者或者是领袖俱乐部的成员 常常在讲课的时候 或在分享故事的时候 感觉都好像很轻松 可是我做起来怎么感觉还蛮辛苦的 所以我想问线上的朋友一个问题 你觉得敬爱多美是简单还是困难? 觉得简单的请举个手 那觉得困难的再举一下手 如果你觉得不困难的话 那大家应该现在都是玫瑰大师 星光大师才对 就像我们领袖俱乐部的成员一样 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中 没有问过很多的朋友 那大家通常给我的答案是什么 大家听看看是不是这样 感觉很简单 但又带有困难 困难中带有简单 简单中又带有困难 这个事业明明加入不要钱 产品品质又很好 可是有时候我们邀请人家的时候 他就不加入 或者产品送给他 他甚至又不使用 但是你在觉得很困难的时候 偏偏又有人跟你说了 那个洗面乳再给我一条 那个牙膏牙刷我还想再买 所以其实我的感觉也是这样子的 没有事业是绝对是轻松的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里面 一定会遇到很多的挑战 好比我来说 虽然我很早接触到爱多美 那有些人他就会说 那是因为你比较早经营 所以你站了一个好的位置 你比较有成功的机会 可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任何的时间点 接触到的爱多美 挑战性不同 困难度也不同 就像董事长一开始 带了17个想要成功的经营者 那时候有我们很多的尊王大师 跟王冠大师 可是董事长也分享了这个故事 那时候的17个人 现在都变成了王冠或尊王大师了 等级都非常的高 可是在那时候的爱多美 公司的职员只有两个 一个就是我们董事长 一个就是我们董事长的弟弟 那公司是用租的办公室 就是我们爱多美也没有扛棒 也没有招牌 是用一张A4的纸贴在门口 就写ATOMY 那就是我们的爱多美 那公司有的财产是什么呢 是一台二手的车子 那董事长曾经分享这个故事 那台车子如果开在马路上 跟人家插撞撞到了 下来看 不知道撞到哪里 为什么 原来台车子太破了 所以找不到人家撞到我的车子哪里 那样的爱多美 请问大家看了会有信心吗 所以董事长说那时候留下来的人是谁 乞丐中的乞丐 因为没有任何的事业比爱多美更好了 甚至说不要钱就可以让你经营的事业 那样的困难度的爱多美 我相信现在我们看到我们也不会加入的 所以任何的时间点 你遇到爱多美的时候 都是最幸福的时间点 好比我常常跟伙伴分享 我那时候想要经营爱多美的时候 还记得吗 我是在韩国 那我在期待台湾市场的开幕 那台湾市场有多少人 两千三百万人 可是当你今天你坐在这里看我视频的时候 当你想要经营爱多美的时候 哪一个市场已经准备要开业了 中国的市场 中国有14亿的人口 那14亿的人口是台湾的70倍 所以如果说我花了7年的时间 我达到了星光大师 可能中国的伙伴 中国的朋友 他只需要一年的时间 有没有可能 但是当然正确的做法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再来讲回来讲讲我的故事 我在韩国得到了信心 我回到台湾之后 我就带着我的热情跟我学习到的东西 我想要分享给生活周遭的人 那时候我们就从说明会开始 一个人的说明会在家庭聚会 因为那时候没有公司 一个人也讲 两个人也讲 可是那时候呢 我碰到的困难是什么呢 我跟我的朋友 讲爱多美很好 那他们就跟我说了 冠雅那你先坐吧 你坐看看 那经营爱多美一个月之后呢 我呢领了这个台币大概是2000块钱 好那台币2000块钱的话 就是现在新加坡伙伴你们领到的一次对碰奖金 一碰 我说一碰让大家比较懂 领到了一次对碰奖金是非常少的 那那时候 我的朋友就问我啦 一个月时间过去 他就说冠雅你不是说爱多美很好吗 那请问一下你赚了多少钱 我说一次的对碰奖金 他说你是说一天还是一个月 我说一个月啊 做了一个月里一次对碰奖金是非常吓人的 那第二个月呢 我朋友又问我了 他领多少钱 我说还是一碰 那第三个月的时候进步了 我领到了两次的对碰奖金 但是女朋友也不见了 所以 这个 那时候 那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讲这个感觉 就是说 我感觉的爱多美很好 可是 为什么我做了那么多的事情 但是收入还是一样没有那么的明显 那很多时候其实我们 我们是微笑的对待 对待伙伴 你可能看到我是微笑的 那时候的我是微笑的 可是我心里是非常痛苦的 但是大家想在经营打拼事业的这个过程中里面 我们说传统的公司传统的产业 我们努力个三五年 十年有成算是很幸运的 对不对 十年你能做起来一个企业 甚至有人十年都做不起来 可是其实在爱多美里面 我们相对来说我们花的时间是比较少的 可是我们的成果来说是非常惊人的 所以一开始在经营爱多美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经营的过程 但是这个经营的过程里面 我们只要有多一点的耐心 然后我们要保持着希望 董事长说过的 在没有希望的时候 拥有希望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社讯里面讲的非常的好 就是经营梦想 然后我们要坚定我们的信念 这些都是董事长在教导我们的 那时候的我 遇到了很多的困难跟挫折 比如说我曾经 我举几个故事跟例子跟大家分享 我的伙伴请我去分享他的朋友 他说这是一个很优秀的人选 他在组织行销有经验 所以我就抱着希望 对不对 我可能花了二三十分钟的车程 然后去找他 那去找他的时候 发现什么样的事情呢 他根本不像是我伙伴口中讲的那样 对爱多美有兴趣 他的先生凑着一张脸说 如果你们要做直销的话 就不要找我太太 所以那时候我讲过最短的说明会 我只讲了一句话 就是谢谢 然后就结束了 我抱着一个满满的希望 去分享我最爱的爱多美 但是我得到了一样的这样的结果 我为了这件事 我做了很多的准备 那再来第二个故事是什么呢 曾经有伙伴 他听完了爱多美 他买了爱多美的产品 买了牙膏、牙刷、洗面奶 这些产品买了很多的产品 那天我觉得很开心 因为他愿意多使用我们的产品 但是回去之后过了没多久呢 我妈妈就接到阿姨打过来的电话 她怎么跟我妈妈说呢 她说我觉得你的儿子很糟糕 我妈妈说怎么了吗 那这个阿姨说什么呢 她说为什么我买的大牙膏 没有帮我放到袋子里面 那时候我觉得很委屈 但是我的家里没有监视器 我记得清清楚楚的 因为我们一排大牙膏是很大的 我确实已经放进了她的袋子里面 那我在拿产品放到袋子里面的时候 我也跟阿姨说了 你要看一下 你不要一直跟我妈妈聊天 我有放了 你要核对一下 她就说好好好好好 可是回去之后还是发生了这件事情 她没有大牙膏 那时候她打电话给我妈妈的时候 我妈妈也跟我说了 她说冠瑶你怎么那么不用心 你怎么没有把这个产品放到里面去呢 我百口莫辩我不知道要说什么 后来我没有补了一个大牙膏给她 但是那时候我当下我心里很难受的 我睡不着我一直在想大牙膏去哪里了 就是大牙膏到底去哪里了 就算我有大牙膏的库存好了 或我买了无阻好了 那个东西不是小的东西 这个牙膏到底去哪里了 那几天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 但是后来大牙膏怎么出现的呢 那个阿姨打电话给我的妈妈 过了两三天之后她说什么呢 她说对不起我老公拿走了 她拿去用了 所以我为了这件事情 我被念了 我也被骂了 然后我难过了几天 这都是我在爱多美碰到的事情 包含说一开始的时候 有些阿姨叔叔 她不会注册会员 她也不懂得怎么使用电脑 我说我教你怎么样注册会员 她说我找不到电脑的开机件 那我在想我到底是在交注册会员 还是在上电脑课呢 所以一开始的我 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在服务会员 可是那时候对我来说 我的成果是少少的 是小小的 我很想要放弃 一开始我对爱多美充满了信心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里面 我反而想问我的妈妈 我可不可以不要再经营爱多美了 因为对我来说 这样的收入太少了 很难去生存的 那我记得还有一次在韩国 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我们在韩国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买不到爱多美的商品 所以我们去韩国上课参观的时候 我们会去把韩国的这些很棒的商品 带回来台湾要打包嘛 那时候呢我记得很清楚 我们去韩国的基本配备是什么 两个行李箱 一个机上行李箱 一个29寸的行李箱 再背一个背包 那这些带这么多的行李要干嘛呢 我们要把爱多美的产品 扛回来台湾 但是那时候会做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我们呢好比一盒牙刷 我们要把牙刷你打开 把八只牙刷倒出来 盒子不能乱丢 盒子要折好 因为这样子呢最省空间 然后HEMO HIN呢大盒子拿起来 十个小盒再拆开来 HEMO HIN再倒出来 然后再把盒子折好 我们半夜我们常常就打包到半夜 然后回台湾再把这些货 通通再装回去 所以我记得有一次印象很深刻 我跟我爸爸 那时候我跟我爸爸去 已经打包到凌晨两三点了 那可能飞机早上七八点 就要坐飞机了 我觉得很累 然后但是我们东西还有 可能还有一半还没有用完 我边打包的时候 我就在想奇怪 怎么没有听到我爸爸声音呢 所以我就转过头去看 我就在看我爸爸到底在干嘛 怎么还不赶快用 因为我们赶快用 我们可以回酒店去休息 但是我一转头的时候 我看到我爸爸我吓到 为什么 他的一只眼睛已经变成血红色的 因为他太累了 眼睛围血管好像破掉了 所以整只眼睛变成红色的 他就坐在那边休息 他说他很不舒服 可是其实我听到他这样子的时候 我心里很难过 然后我很想哭 为什么 我觉得我大半夜的我在这边用牙膏牙刷 我到底是为什么 我觉得很害怕很无助 然后我开始在怀疑了 我在爱多美真的能成功吗 我这样做的这一切是值得的吗 我为什么要在半夜做这样的事情呢 所以这对我来说都是很印象深刻的 一些故事 然后永远都是忘不了的 那这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 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董事长也曾经说过 我先讲一个结果导向 我现在每一个月一个月的收入 现在一个月的收入的话 是一万五千块钱的美金 大概 然后今年才32岁而已 所以 当我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 哇他很好 他很年轻 他有这样子的收入 可是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 我们是辛苦过来的 所以我想问 在看视频的伙伴或所有的朋友 你愿意为你的人生或你的成功 付上什么样的代价吗 这个是我们也要值得去思考的 这个如果我们想要过更好的生活 包含说现在是疫情期间 刚刚新加坡的领袖有跟我分享 在新加坡现在是没有办法剪头发的 所以我们看到Jason玫瑰大师 他可能是有自己剪 要不然正常是长头发的 我们可以剥头发的嘛 对不对 其实现在全球在这个新冠疫情的期间 很多各行各业的景气是受到影响的 现在有工作做 反而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那很多的店在台湾 虽然台湾的疫情控制的非常的好 可是很多人也是不太敢出门 出门都要戴口罩 甚至已经减少外出去用餐了 在台湾也是有很多的餐厅倒闭的 很多人放无薪假的 就是你不用来上班 或者一个礼拜上班两天三天而已 所以很多的家庭也好 很多的老板也好 他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可是我们在爱多美 我们有受到很大的冲击吗 其实并没有 因为我们做的事业是在网路上面 我们不是走马路 我们是走网路 走互联网的 所以这是我体会到爱多美非常的幸福 那我们本来在爱多美 有很多的研讨会跟活动 暂时是停止的 可是现在我们变成了在网路上面见面 那所以对我来说 我的组织也好 我的收入也好 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 甚至我们可以这么说 因为现在的疫情期间 所以我们的会员人数反而更多了 大家有更多的时间 开始停下来思考 我们的生活 是不是要做一个转变呢 碰到了这样的疫情 或者这样的景气的时候 很多人开始想要转换跑道了 所以这也是我观察到的爱多美 那我也很庆幸 我在六年前七年前我选择的爱多美 所以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件 但是并没有影响到我的生活 我的生活的品质还是一样的好 所以不是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吗 选择比努力更加的重要 那选择不对的话呢 努力都是白费的 好这个是我想要分享给大家的 那在今天呢 我刚刚有简单的讲了一下我的心路历程 从爱多美加入到现在的一个过程 那我相信今天来到线上学习的 大家都是绝对都是领袖等级的 会在这个时间一起来线上做一个学习 所以我今天想要分享一些不一样的内容 来帮助大家有更多的思考 还有更多的方向 那因为大家都是新加坡的伙伴 我在台湾我不分享这个的 我就是 不行我没有善良的心 就是我要讲的意思说 这个是我的一些心得跟秘诀 我先分享给新加坡的伙伴 然后等疫情过后再分享给台湾的 这样子 我们不能都不分享 好 那我相信大家都想在爱多美成功 那在爱多美成功呢 有两句话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是使用产品 第二个是进入系统 就是参与我们的研讨会成功学院 跟一日研讨会的课程 中心研讨会成功学院 这三个非常重要的系统 分享产品进入系统 可是有些伙伴他就有一个疑问了 我产品也使用了 我也进入系统了 可是我怎么感觉好像 还是没有很成功 到底缺少了什么呢 那其实呢 我们要进入这个领袖俱乐部 或者甚至我们要成为一个 Auto Sales Master 这样子等级的会员呢 其实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 要分享给大家的 这也是董事长说过的 就是我们的成功的八个阶段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所有的领袖 也是照着这成功的八个阶段 让自己的组织更成长 自己也更加的经济 那所以我今天要简单来分享一下 我心里的成功的八个阶段 透过学习 然后整合我自己在这六七年的心得 想要分享给大家 那成功的八个阶段里面呢 第一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非常的重要 就是设定目标 那这个设定目标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 如果今天 这个今天新加坡线上研讨会 给我大概是一个小时的时间 但是就算今天只给我五分钟 或给我十分钟 要我来跟你分享一个讯息的话 我会告诉你一件事情 就是设定目标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讲这件事情就好 设定目标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只有十分钟 我会告诉你这个讯息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目标的人 你永远都到不了你想要去的地方 所以人生一定要有目标是非常重要的 就像我在爱多美 我一开始没有想要经营这个事业 我是从韩国被启发的 那时候我的目标是什么 我的目标并不是要赚多少钱 我跟大家分享 我一开始在爱多美 我不是说我要像台上的领袖 一个月十万块钱的美金 这个不是我的目标 我那时候的目标很小 也不算小 我那时候目标很有愿景 我的目标是有一天我要站在韩国的成功学院的那个台上 跟所有韩国的朋友分享爱多美这家公司 感谢董事长有这么好的产品 创立这么好的公司 改变我的人生 改变我的命运 有那时候有这样想法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会员 但是我已经有了这样的目标 那因为我有这样的目标 所以我回台湾才会非常的努力 积极的去经营 因为我只想到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我要怎么站在那个台上 我可能最少是要 最少是要Diamond Master 我最少是要是钻石大师 我或许才有会员分享的机会站在那个台上 所以我一定要去发展爱多美这个事业 要去经营我的组织 我才有机会 那当我这样子去做的时候 我先跟大家分享 在一年之后我就站在那个台上 那那时候的我已经是钻石大师了 所以我们人如果有一个想法的时候 他会带你去 你的头脑如果有一个想法的时候 而且在你的心里的时候 你的心会带着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手脚去完成非常多的事情 我们会动起来 所以我在一年之后就回到了那个台上 那这可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我们有目标有想法是多么重要的事情 就像我们的董事长 当初在创办爱多美的时候 他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他说我要在网路上面 有很多的商品都有积分 当我爱多美的会员用到最便宜的 然后又有奖金的回馈 如果我们董事长没有这样的想法跟目标 然后要成立爱多美 我们今天就不会大家齐聚一堂坐在这里 所以一个人的想法跟目标 可以大到超越我们的所求所想 董事长就是一个最好的示范 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 我们也要给自己一个目标 好,那在目标里面呢 我相信大家已经听过很多设定目标的课程了 但是我个人有一个不同的心得 我想分享给大家 这个叫做螺旋九宫格 跟设定目标有关系 这个螺旋九宫格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九宫格 九宫格是不是就是有九个格子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 让我们的目标稍微再细小化一点 比如说我们今天 我们想要成为领袖俱乐部的成员 或者是我们想要成为一个 Auto Sales Master 或Auto Diamond 这个是我们的大方向 可是我们细分成九宫格的话 请问大家 那要先怎么样去成为 一个领袖俱乐部的成员 你觉得 请问一下领袖俱乐部的成员 你觉得要不要良好的形象 形象重不重要 所以我在这个格子里面 我的第一个格子我就写形象 我可不可以把我自己的髮型也好 或我的外观打理的很整齐 让人家看得起来舒服 觉得我是一个领袖 再来你要成为领袖的话 你要不要有一对多讲话的能力 所以第二个格子 我写的是 就是语言表达的能力 那再来第三个格子 要成为一个领袖 我们是不是要有运气 这时候我讲到运气的时候 有人就会想一句话 运气是什么意思 是加入比较早吗 这个运气不是加入比较早这件事情 运气 我指的是 今天如何让我们变一个有运气更好的人呢 在这个格子里面 我们又可以细分成九个格子 这九个格子如何让我们的运气变好 第一个 你常常笑口常开 让好人喜欢你觉得你的运气会不会变比较好 大家比较喜欢是愁眉苦脸的人 还是比较阳光快乐的人 现在其实现在生活压力很大 大家都很痛苦 所以我觉得 每个人相对来说 他会比较喜欢阳光快乐的人 所以你常常笑口常开 是不是会增加你的运气 再来增加运气 第二点 你常常做公益活动 去帮助需要的人 你觉得你的运气会不会变好 再来第三点 请问一下扶老太太过马路 运气会不会变好 我觉得会 所以他能知道我的意思吗 我今天我要成为领袖的时候 我有九个大方向要去做 那在运气这一个 我又拉出来九个方向里面 我有增加我九种运气的方法 那今天我要提升我的 这个讲话的能力跟技巧的时候 讲话能力有分很多种 一种是一对多 就是像我现在对大家 我一次要对三四百个人讲话 或者是我们成功学院的台上 我如何去克服这个舞台的恐惧 是不是 那包含说我们的形象也好 形象也可以细分 形象从我运动开始 从我的饮食开始 所以有一些认识我 我一段时间领袖说我变瘦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从去年12月 我们在台湾的自动的钻石大师会议 我看到很多新加坡的领袖 那时候我的体重是92公斤 很重 然后我现在体重是84公斤 所以你可能下次你在新加坡 见到我时候我会变78公斤 那我是不是 我就是在管理我的饮食 跟我的运动 那相对来说是 当然是健康很重要 我们先不讲什么体型 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从 每天 就算每天我之前 我不太喜欢喝水的 我把饮料当水喝 把果汁当水喝 那我是不是我在饮食这一个的时候 我每天给我自己点功课 喝两瓶水 所以当我把我的目标大方向定出来 形成9个之后 我再把9个的 9公格里面再拉出9个小目标 所以我每天都给我自己一些功课 就像我们在生活中 我们在做作业 我们是不是要交作业 那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你在爱多美 你有给自己什么样的功课跟作业吗 比如说每天分享三个会员 大家想到的都是跟事业有关 我就是分享会员 我要使用产品 可是你有没有给自己一个目标 是我每天看书10分钟 如果我每天看书10分钟 你知道如果我7天的话 我就是比你多看书70分钟了 那一个月呢 一年下来呢 一个有读书跟不读书 有学习跟不学习的人 他们的差距会非常大的 所以在平常的生活中里面 也是一样是如此的 一个有运动人跟没有运动的人 他们在时间累积下来也是差非常大的 这是我想要跟大家讲的一个 一个概念跟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 所以当我们每个人学会了设定目标之后 你的人生你会发现越来越圆满 而且走在一个对的轨道上面 那爱多美的事业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常常把这样的方法交给我的伙伴 交给我团队的成员 所以有的人他会告诉你啊 比如说中心长或者某某领袖 或者某某大师 为什么我很努力了 我很认真了 但是我还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成果 我会先问他说 你的目标是什么 然后他告诉我他的目标 那我跟他说你花了多少的时间 然后你了解爱多美公司吗 当你这样子去问对方的时候 你会发现其实他根本都没有这样的目标 自然就不会有这样的成果了 所以大家可以一起思考一下 设定目标这件事情到底是多么的重要 那接下来呢 第二点 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 当你有目标设定好之后 基本上你在爱多美就已经成功一半了 那在第二点成功的八个阶段里面 第二个是下定决心 那我今天当然我花了比较多的时间 我在讲设定目标这件事情 因为实在是太重要了 他是没有1就没有2345678 所以万事起头栏 第一点就很重要 今天你只要听到设定目标 就已经非常足够了 那再来其他的部分呢 我简单快速的说明 第二个你要下定决心 为了我们心爱的人 就像我们Jason玫瑰 我相信他一定会愿意为了他的女儿 还有他女儿的未来 他的宝贝女儿 今天一起跟他在视频上面 他一定会为了他 在努力经营爱多美这个事业的 很多时候我们经营爱多美 我想跟线上的伙伴分享一个概念 你为什么会觉得动力不足 或者是力量不足 因为我得到了一个心得 很多人他其实不是为了自己在生活的 他可能是为了他的家人 女朋友另外一半 甚至是爸爸还是妈妈 我们在台湾有做过了一个活动 协助伙伴说 你找到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谁 那这个活动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不做这个活动 但是我先跟大家讲结论 很多人以为他在人生奋斗是为了他自己 但是其实做完了这个实验的结果 有超过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 他不是为了他自己在生活的 所以如果跟你说你在爱多美里面 你会买好的房子 你会住好的房子 开好的车子 赚很多的钱 对有些人来说 我知道这很好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动力不足 可是如果你跟伙伴说了 你如果在爱多美成功了 你的爸爸妈妈年老的生活 他可以过上好的生活 你可以请女佣照顾他 你可以给他吃好的保健食品 你可以让他环游世界去旅游 他为了他的父母 为了他心爱的人 他会愿意去做很多事情 所以我们在爱多美里面 我们一定要下定决心 当我们下定决心之后 为了我们为了谁 为了我们心爱的人 那心爱的人是谁 你一定要找出来 就像对我来说 我是为了我的妈妈 我的妈妈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如果为了我自己 我可能觉得没有关系 我还年轻 我可能我过一阵子再看看吧 我需要的再说 反正我也没有交女朋友 对不对 我一人吃一人饱 我生活也过得很快乐 我为什么一定要那么认真跟努力呢 可是当我去思考 我家人的时候 或者我心爱的人的时候 我就会有动力 这个是要跟大家分享的 把你心爱的人找出来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我们要列名单 那列名单的意思是什么呢 列名单就是你要 爱多美是一个很棒的事业 大家知道吗 所以我们都理解 爱多美是一个很棒的事业 那我想请问你 你想跟谁分享 你想要把这么好的事业 跟谁分享呢 在我们的生命中 是不是我们有很多的贵人 还有很多的亲朋好友 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 如果爱多美这个事业 改变了我惯瑶的人生 改变我的命运 那我会不会很想要把这个好的讯息 告诉他呢 所以把你生命中的贵人 把你最珍惜 最重视的人 把这一份名单写下来 所以有些伙伴 他曾经讲过一个问题 他说 我不知道要跟谁去分享 我可不可以去找陌生人 我认为这样的观念是错的 如果你第一个 你接触到爱多美 你的想法是先去找陌生人 代表你还不够了解爱多美 因为爱多美这么好的事业 你一定是先去找认识的人 去找你心爱的人 因为这个机会实在是太好了 我一定要先告诉你 不管你接不接受你要不要 我一定要把这么好的机会 先告诉你 当你有这样子心里有这样想法的时候 你才是真正的了解爱多美 好所以我们要把这一份名单去列出来 就是在生命中有帮助过你的人 你想要报答他的人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奖金制度 如果他先进来先使用产品 他现在上面的位置 他可能暂时还没有经营 他只是一个爱用者消费者 请问一下你会不会继续努力 你会不会做中国市场 你会不会去越南市场 你会不会开发国际市场 请问这些人跟谁有关系 都跟你的家人朋友有关系啊 那你在乎重视的人 你是放上面还是放下面 这是我的概念 所以大家要去思考一下 当然每个人都很重要 但是如果有先后顺序的话 你会不会把你重视跟心爱的人 摆在上面一点的位置呢 让你的努力跟他都有所关系 所以要把这份名单列出来 那再来第四点呢 就是邀约 邀约去哪里呢 很多时候我们一开始在经营爱多美的时候 可能我们没有好的收入 或者我们没有好的条件 口才等等之类的 我不知道怎么样介绍爱多美 但是这时候借利就非常的重要 世界上借什么都要还 借钱也要还 借东西也要还 但是借利不用还 但是借利不用还 特别是在爱多美 我们要借什么样的利呢 我们要借成功系统的利 今天我们在爱多美 就像今天我们有这个线上的课程 跟线上的视频 就是很多的领袖 只要做一件最轻松的事情 把你的伙伴跟你的新朋友 邀请进来我们看这个视频 由台湾的王冠友星光大师 来跟你的伙伴 来分享这个讯息 你就做了一个最轻松的事情了 那搞不好我们的有些伙伴 他现在还在敷面膜 听我的课 还有偷吃饼干 偷喝饮料 我讲到流汗流口水 可是大家可以这么轻松的 在视频上面听我的课程分享 可是在其他的公司 在其他的地方 这是要付钱的 这是线上的一个学习课程的 我们没有必要把我们的 这些如何赚钱的技巧 跟方法分享给你的 可是在爱多美就是这么的好 有这样子的文化 就是一个充满爱的文化 那哪一天我们在台湾的朋友 我们可能会听到 来自新加坡的 比如说金扇子皇家大师 或者利焉星光大师 戴安娜星光大师 杰森玫瑰大师 来跟我们台湾的朋友 来做一个分享 这就是我们爱多美 非常成功的一个文化 所以说 在爱多美要懂得邀约 包含说邀约去我们的home party 邀约到我们的这个中心 我们去听事业也好 去接触到我们的产品也好 所以在爱多美里面我认为 其实很多成功的人 应该说有一部分成功的人 他并不一定要很会讲话的 但是他很懂得邀约 所以进成功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进成功系统的人数决定你的收入 大家去思考想一下是不是这样 今天你的伙伴如果一二十个人都在教育中心上课 然后每一次的成功学院研讨会 你带了四五十个一百个人 请问一下你收入不好才奇怪 很多在韩国的成功学院的皇家大师 他在算人数是怎么算的呢 他是在算游览车 他这次来了几台游览车 那你说一个皇家大师带两三百个会员 他一个月三万块钱五万块钱六万块钱的美金 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所以在爱多美里面这样的收入一点都不厉害 这个叫做理所当然 累积就会有奇迹 这个不是厉不厉害的问题 这个完全都是累积的问题 这个是要跟大家分享的 要懂得去邀约 那么再来呢 第五点就是我们的事业说明 那事业说明呢 曾经有伙伴问过一件事情 他说 到底要怎么介绍爱多美 冠友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个完美的版本 譬如说有没有公司介绍完美的版本 奖金制度完美的版本 最好是我跟他讲了 他就马上会加入 马上会经营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也很想要有这个版本 如果有这种版本 麻烦你也告诉我一下 我死背我都会把它背起来 因为我只要讲一次 不管是十分钟三十分钟 我讲完他就一定会加入一定会经营 这样太好了 但是我听过我们尊王大师讲过的这样的课程 他说过没有完美的版本 如果你一直要等完美的版本 你才想要行动 你永远都不会成功 你必须要先去分享 你要先去讲 当你去讲 你去分享的过程中里面 你就知道这次讲的不太好 或者不能这样子讲 对不同年纪的人 我不应该这样子讲 他可能听不懂 在每一次的分享的过程中里面 我们会不断的修正自己 而且找到自己最舒适 最想要的分享方式 那就是你最完美的版本 当我们把自己做到一百分的时候 今天我把一百分的爱多美分享给你了 不管你要不要加入 要不要使用 我都没有遗憾了 因为我已经把我自己最好的呈现给你 当我们抱持这样的状态跟心态的时候 效果非常的好 所以视频上的所有的伙伴 你有没有找到自己最好的版本呢? 我相信很多人是还没有的 因为还不够多的去练习 还不够多的去挑战 所以事业说明 那事业说明里面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是要讲很多才叫好吗? 不是的 简单说就好 爱多美就是一个全球的超市 一个云端的大卖场 你只要介绍好朋友一起来消费 我们就有机会赚钱领到奖金 我讲完奖金制度了 我今天讲完奖金制度了 我刚刚花了30秒讲完奖金制度了 那个就是我的奖金制度 最简易的说明版本 云端的超市大卖场 邀请朋友一起来消费 我们就可以领到奖金 我有讲错吗? 我讲完了 这是不是也是一个版本吗? 所以很多人都把介绍爱多美 跟分享爱多美想的太复杂 太困难了 其实它是很简单的 只是问题是你有没有讲得很自在 那当我讲完这个版本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几种问题 听起来不错 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要邀约 这个成功八个阶段不是一格一格拆开来 你讲完这样不错之后 你就跟他说 那我们可以去我们达安中心长的教育中心 那里有专业的讲师告诉你完整版的奖金制度 这样不就好了吗? 30秒的简单的事业说明 然后再来做好邀约的动作 让专业的讲师帮你介绍产品 帮你介绍课程 搞定 这个就是成功八个阶段循环的用法 它的顺序其实有时候是不一定是一样的 但是你可以很灵活的去使用 好 这是事业说明的部分 再来事业说明的部分 最后补充一点要鼓励大家 勇敢的开口去讲 不要害怕说错 就算说错了 也会有人来协助你帮助你 所以勇敢的去说一些 董事长不是说了吗? 讲一些话吧 不要放在心里面 你放在心里面 你去跟别人分享你的成功几率是零 因为你都没有讲 可是你讲一些话 至少你有10% 20% 或者30% 80%成功的机会 但决定权就不在你 你把你想讲的话讲完了 让对方来决定 这个是事业说明的部分 然后再来是后续管理 后续管理的话 我们就是简单的 后续管理这个部分 是很多人会忽略的 怎么说呢? 假设说今天我们听完了 我们今天线上的课程 在座各位你是领袖的 你是经营者的 你有没有去问你的伙伴说 你听了我们星光大师的演讲跟分享 你觉得怎么样? 有哪里听不太懂? 因为今天我的时间 我可能如果说给我足够的时间 我可以从现在讲到晚上10点 可是因为我会累死 然后公司也给我一个小时而已 我是不是就简单说 快快说 可是对有些新朋友来说 他可能听得太快了 所以他可能会误会有一些我讲的意思 就像他可能只记得说 我说要当领袖俱乐部成员 运气很重要 他就只听到运气这个 所以听完研讨会 他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运气很重要 我运气不好不做了 有没有可能他是这样子理解的 那这时候我们的领袖去问他说 你听了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他就跟他就说了 你们的星光大师说运气很重要 我太慢加入了 但是我们听得懂的 你知道你就会怎么跟他讲 他不是这个意思 他要讲的是不同的时间点 挑战的成分不同 而且那个运气不是金盈爱多美的运气 那个运气是如何让你 让人家更喜欢你这个人 提升你的成交率 他讲的运气是这个部分的 你误会他了 所以这个就是后续管理的部分 你要去问你的伙伴 他听了课程觉得怎么样 他使用产品觉得怎么样 那接下来呢 在第七个部分呢 就是辅导 那辅导这个部分很多的学问 我们要怎么样去辅导跟关怀我们的伙伴 这个就延伸到很多人就是带团队的问题 那我就讲一个结论就好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觉得辅导伙伴有一个最重要的概念 用爱心 用爱心去辅导 将心比心 你不希望出现在你身上的 那自然大部分人都不希望 可是有的人会变成这样 将心比心比错心 所以这个是有一个很多的学问 但是我觉得有一句话 是想分享给大家的 如果你有时候你觉得 哇人的心思太复杂 不是有一句话说 女人心海底震 就是我们男生永远都猜不透 我也想将心比心 可是每次总是猜错 我也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有一句话非常的简单 你可以这样子说 你需要什么 你需要什么样的协助 你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你觉得呢 我来倾听你来说 你觉得爱多美这个事业怎样 或者你现在面临着 什么样的困难 你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这句话分享给伙伴 这样我们不用花太多时间去猜测 我们也不用再将心比心了 我听你说 请听 请听 请听是解决所有问题最好的方式 这个也是我们带组织或关心伙伴最好的方式 所以辅导的部分 我想跟大家提这个重点 都请听我们伙伴的声音 我常常跟我的伙伴说 你不要把我当你的上限 我也是你的伙伴 只是我加入比较早 但是我们要互相尊重 上下线互相尊重 你尊重我是你的领袖 我也感恩你成为我的会员 我的概念是这样子的 我们没有谁上谁下 但是我们 我们不是一条上下线 我们不是有时候上线下线 其实我们是一条平行线 这条线不是这样的 可能是圆形的 然后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紧密在一起的 是一条平行线的 好 所以上下彼此尊重 互相沟通很重要 然后在辅导关怀这个部分 最后送大家一句话 要沟通 因为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关系是你不说我不说 一个转生两个世界 今天我可能觉得说 我自己都不跟 假设我跟Jason 他是我的伙伴 他今天可能因为刚好 心情很不好 只是没有笑 脸很臭而已 我就说 你到底哪里看我不爽 然后我就在心里骂他 我也不想跟他沟通 不想跟他讲话 谁知道他只是为了 家里的私事心烦 或者没有微笑而已 所以我们生活中 常常充斥着很多的误会 然后有时候我们会说什么 你跟他说你不要跟我说 叫谁来说 谁去跟他说 结果绕一圈 所有的事情绕到一圈 我们最后才知道 所以你有什么问题 直接找当事人说 而且特别我们在经营组织行销的 我要提醒大家一句话 如果不是你跟当事人面对面 亲眼亲口听他说 谁说的你都不要相信 因为有一个游戏叫做 我跟旁边的人讲 我比动作 然后最后一个人猜到是什么动作 有没有常常差很多 所以不要闯话 良好的组织 直接的沟通 好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最后第八点就是复制 把我们今天的 我讲的设定目标下定决心列名单 当你遇到瓶颈的时候 或者哪里卡卡不顺的时候 把我们所有的循环再做一次 所以当伙伴来到我们的面前 问我们 为什么他在爱多美还没有成功的时候 我会这样子问他 你设定目标了吗 你下定决心了吗 你有列名单吗 你会事业说明吗 你有邀约吗 你都怎么辅导 你怎么做后续管理的 你讲给我听看看 我发现有十个伙伴这样子来 有十个都没有办法回答我 或者有十个都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所以当我们成功八个阶段 我们能越接近做到100% 就像我自己觉得我也还没有做到100分 我可能我只做了70分跟80分 做到70分而已 可是成功八个阶段里面 我做了70分 我已经成为了星光大师 这样子够了吗 很够了我觉得很不错了 所以如果我再修正再努力一点 我相信下一次就是皇家大师了 要给自己这样子的信心 对吗 在视频上面的伙伴也是一样的 你要给你自己这样子的信心 我也要成为新加坡的钻石 新加坡的玫瑰 新加坡领袖俱乐部的成员 我们要对自己有这样的信心 这是我分享的成功八个阶段的部分 那我今天的这个课程内容的主题呢 也跟大家分享差不多到了一个阶段跟段落 因为我们有伙伴想要问我问题吗 那我有看到这个我们线上的这个公司有传给我了 整理了三个问题 我觉得我看到的很不错的问题 我想要回答大家在最后的这个时间 那这个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 他说疫情期间如何继续持续的发展 爱多美事业培训团队 以及帮助伙伴远离消极的情绪 我相信在疫情期间来说的话 其实很多人的心理的状态是比较当的 我讲一个在前天全球领袖会议 就是我们跟董事长一起开会的时候的一个例子 我觉得这个实际的例子很好 我想分享给大家 在美国有一个皇家大师他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什么呢 他说现在美国的疫情很严重 他很担心有一天研讨会开始的时候 即便是大家戴着口罩 如果有人咳嗽咳了一声 大家心里还是有很多的阴影跟创伤在里面 所以他感到非常的忧心 那董事长怎么回答他的呢 董事长回答他 他董事长说虽然我们不确定疫情什么时候会结束 但是一定会有应对的方法的 而且现在在韩国也好世界各国也好都已经有想出了管制的策略 我们的医疗也好或口罩也好 这些防护措施都会越来越进步而且会做得越来越好 那我们身为你是爱多美的皇家大师爱多美的领袖 你是代表爱多美的 你要给伙伴的是什么 我们要给伙伴的是信心 正能量正向积极的态度 你不要忘记了你是爱多美的皇家大师 打起精神来 所以在视频的各位 你觉得你在爱多美是怎样的角色 你可以当爱多美消费者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是爱多美的消费者你要很恐慌很害怕 买不到东西或者我很担心我很担忧 这个完全可以理解 可是如果你是爱多美的经营者 甚至你是leader你是领袖 我们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们要给对方的是积极正向的正能量 所以我想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方式是 我们就是一个代表跟表率 我们一定也有我们的担心跟害怕 但是担心害怕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但是我们的伙伴就像我 我常常看到董事长他给我怎么样的感觉 我看到我们浦寒级董事长 他就是给我们信心希望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这是董事长给我们的印象 所以他给我的很大的信心跟力量 那我也想成为这样子的领袖 让我们伙伴看到我们的时候 放心没有问题 比如说有莉燕 有Diana 有Jason 有我们这些领袖 只要有他在 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我们就是要成为这样子的领袖 那视频上的各位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跟魄力 那疫情期间如何持续的发展爱多美 我觉得线上的分享是非常好的 就像我们今天线上的课程 这个疫情期间我的很多的伙伴 改变了他们生活的形态 以前不会用网路的 不会视频的 找不到按钮的 现在通通都找到了 所以我认为人事环境下的产物 教育是最好的行销 没有做不到 只有想不想要不要 如果你用一次不能 两次不能 手机拿来 我去你家里 我把你的视频用好 以后就没有问题 我的想法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很多时候 其实我们的心态跟想法非常重要 所以疫情期间 我们都是线上的研讨会跟线上的课程 就像今天大家都有办法进来了 你觉得你有没有办法 跟两个三个朋友 一起做一个这样的会议跟meeting 其实我们也可以在这边做一些实验的 甚至我有一个白板 就可以讲奖金制度了 所以方法都是人想出来的 我们现在我的团队 用了很多大量的视讯的会议 这个是我觉得很好的一个方式 那再来第二个问题 在爱多美的旅途中遇到的最大阻碍 带好团队的关键是什么 如果团队管理上有不同的意见 要怎么样处理 这个就是跟带团队 还有在爱多美遇到最大的问题 那其实这个问题来说 我是把它有 我觉得是相关的 因为对我来说 在爱多美遇到的最大的阻碍 当然也是人的问题 人的问题就跟带团队有关系 其实我觉得爱多美公司很好 制度很好 产品很好 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人的问题 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概念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问题 除非你的工作你都是面对机器 那基本上你就只有人跟机器的问题 你只要你的工作是接触到人的 需要说话跟沟通的 你永远避免不了人的问题 所以人的问题 除了如何学习 把话说的 先把话讲好 讲得漂亮 讲得让人家听得舒服 它是有一个层次的 但是至少我觉得很多人并不 不是很懂得如何讲话 但是如何好好讲话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讲正向的话 比如说Rachel 我今天看到你 我觉得你很漂亮 或者你让人家感觉 看起来很有亲和力 亲切感很好 请问一下Rachel 对 非常好 但是如果我今天看到他 我觉得 我只举例的 我觉得你的衣服 可能要换白色的比较好看 我觉得你的发型 可能要烫卷一点 这样子你会更美 其实他本身已经很好了 可是我完全 我都是在跟他讲话 但是为什么这两种讲话的方式 一个是在美 一个好像在挑剔跟批评 所以是不是人的问题都是要很小心去处理的 我觉得这个是我想跟大家分享 然后在团队里面最大问题就是人的问题 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我的心得 我们每个人来自不同的家庭 不同的背景 甚至不同的国家 受过不同的教育 所以我觉得带团队带组织 就是不要去管理人 管人是很累的 在线上的各位 很多人都是为人父母 大家的爸爸妈妈 请问你的小孩子有很听你的话吗? 每件事情都听你的吗? 都没有叛逆吗? 那请问一下你的小孩都不听你的了 伙伴凭什么要听你的? 大家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 但是那不管理人要怎么办? 不要管理人,管理目标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活得更健康更美丽更自信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成为领袖俱乐部的成员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每个月收入有八万块十万块钱的美金 这个是我们大家都希望的事情 所以我认为人是非常难管理的 我们要管理的是目标 把他的梦想跟目标结合在一起 我觉得就会达到你想要的成果 去用成功八个阶段 协助你的伙伴 完成他的梦想跟目标 我们也会完成自己的 这个就是爱多美事业的精神 管理目标,不要管理人 因为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你管人你会越管越累 当我冠窑想要把我的每一个伙伴都培养成 像我很会讲课讲话的时候 大家觉得我痛不痛苦? 我很痛苦啊 因为他们做不来啊 这也不是他们想要的啊 可是我是为了他们好啊 但是我会问他嘛 你想要成为领袖俱乐部 你觉得什么样的领袖才是好的 他就说了啊 可能要会讲课啊 还是怎么样形象啊 我们让他自己来讲 所以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 管理目标不要管理人 好的,这是第二个问题 所以如果管理这个团队上 如果有不同的意见的话 还是像我刚刚讲的 先请听让对方说 好,那再来第三点 怎么样去突破自己 讲到这个啊 我觉得突破自己是最简单的事情 延续刚刚第二个问题啊 别人不让我们管啊 伙伴不让我们要求啊 你管不了人要求不了人 那你可以要求谁 你唯一能要求的就是自己 跟可以管理自己而已啊 就像如果说总经理叫我说 怪兽你瘦一点要减肥 我偏不瘦能怎么样吗 那一样的意思 我要求视频的各位 你瘦个十公斤 在疫情期间剪个两三公斤 要不要剪 我很难要求你 可是我控制不了你 我可以控制什么 我可以控制我自己 我要吃什么东西 做什么事情 我可以控制我自己 我觉得这是成为一个人 最大幸福的事情 你可以决定 你要不要经营爱东美事业 你可以决定 你要成为什么样的领袖 而且我为什么突破自己 我跟大家分享 疫情期间很多人 可能或许选择在家休息 可是大家选择 现在在视频上面学习跟成长 那我调查一下 我的所有的课程 已经即将接近尾声 跟即将要结束了 我从开始讲到现在 任何一个环节 单元对你有帮助的 请举手 好 好 谢谢大家 没有也举个手 骗我也好 谢谢大家 大家明白我在讲的意思吗 你今天你会坐在这边听我的课程 你就是想突破自己了吗 那我要偷偷的告诉你 疫情有一天终究会过去 那当我们再一次在成功系统见面 当我们再一次站在讲台上面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这段期间大家 谁做了什么样的努力 我不用说任何的话 可能资深的所有的爱多美会员都知道 我在身材上面做了很大的努力 因为我看出来就是瘦了十几公斤 我无需讲太多 那这时候伙伴就会问一句话 你是吃什么的 那我不是就说每天开始 我就是一早起来 我先吃一包蜂蜜 然后我有吃螺旋枣 然后我睡前的时候补充益生菌 然后在饭前的时候 我也会吃凤梨酵素 然后我用了什么样保养品 我吃了什么产品 我是不是就开始分享了 那他们会不会买 他们就会购买了 所以我一直在思考这件事 我如何突破自己 因为我觉得讲话很累 只要瘦下来就轻松很多 所以不会讲话没有关系的 你就像我一样 你就是如果体重比较重的伙伴 你瘦个十公斤 基本上你只要站在那里 然后你就说 我就是吃黑木屋 一天吃十包 他也会照着你的方式吃的 但是当然我们要讲正确的方式 可是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 你只要去想 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而且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平常大家都很忙 都跑来跑去的 你说我要带组织带团队 特别是领袖 我最后就跟大家讲这个概念 你成为一个领袖 甚至其实对我来说 Sales Master 就已经是领袖了 你开始有人了 有消费者 有团队要管理了 请问一下你有什么时间学习 你平常都是在解决伙伴的问题 而订单没收到 这个怎么买 我积分有问题 我不懂奖金制度 你去帮我分享谁 我们不断的在做 不断的在分享 不断的在协助伙伴 你有什么时间突破自己 成长自己 就是现在这个时间 所以我就认为上帝老天 所有事情发生都是最好的安排 让一期期间让我们好好的思考 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好 然后希望我这样的回答 有帮助到大家 那我最后也是一样 再次的感谢我们新加坡的 Windy经理 然后还有所有的领袖 还要感谢我们的Ray Show 还有线上所有观看的伙伴 那我的分享先到这边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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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